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秋老虎的天气 这意思就告诉大家说 中午的温度会比今天还要再更热一些 所以你户外活动有几件事情 几个时间点要提醒你注意了 第一个先来看看一大早六点钟要干什么 六点的时候温度状况明显的偏凉 我这温度还写高了一点 有些地方还会在21度 所以骑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保暖 因为整体的温度状况就在22度 清晨的天气凉 一大早要出门上课的同学们 你在出门的穿着方面来说 你也要注意 可能有些比较怕冷的同学们 就要加一件薄的外套了 不过九点以后开始 不一样了 阳光强了 今天的九点以后开始 你有没有看到天空当中的云好漂亮 有一些高层云在空中 不过那云随着阳光照射之下 逐渐的消散了 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 全台湾都是天气晴 不对 应该是西部天晴 东半部地区云多 因为吹着东风的关系 所以西半部地区的阳光墙 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高 尤其明天连北部地区 都会到达30度的高温 那中南部甚至就会在30度以上 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了 不过到了傍晚4点半 你会看到美美的夕阳 好美啊 但美美的夕阳之时 你要特别注意 逆光行车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啊 现在目前太阳下山的时间呢 是在5点08分左右 所以呢 在4点半到5点08分 这半个多小时 阳光真的很强 要特别留意啊 秋老虎的天气有4天哦 那到了礼拜天的白天 还是偏热 礼拜天的晚上 接近深夜的时候 东北季风要开始增强了 礼拜一 东北风增强了 北部的温度要下降了 这降幅还蛮大的哦 像明后天都在30度 但到了礼拜一啊 北部的高温就24度了 那我们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 吹着东风的关系 所以呢 东风带水气 使得早晚的地形降雨 在台北的东边 东北角 北部海岸线 跟包含了宜兰和花莲 局部地区有 那到了中部地区来说 只有这个是山区一些 云层发展的降雨 很零星岛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 因为北方的高压 已经东移到达了日本了 所以呢 在日本南部的位置 我们的风向吹着偏东风进来 吹东风之下呢 东半部地区云层多 来把它放大看一下 来注意哦 有没有看到 东半部地区云层多 西半部地区呢 天气晴朗 但是天气晴朗之下呢 西部地区就会因为吹着东风 来直接用这张图 环保部的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东风吹过来 风过了北边海面 过了南边 可是呢 我们的中央山脉把风挡住了 这边呢 在西半部地区的被风的涡旋之下 扩散条件就不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七点钟的观测资料 有没有看到 整个中部以南的空气品质 都是有点偏差的哦 这个空气品质差 是我们的火力发电厂 包含了七机车排放 工厂的废弃物 因为这样的被风涡旋 使得气流 没有办法把污染物带到海面上去呢 那天气形态来说 在明天的时候 随着高压东移到达了日本的东方海面之后 我们的风向吹着东风 要转有点东南风 东半部地区仍然早晚云层亮多 白天会有阳光出来哦 那西半部地区呢 就是天气形了 空气品质的状况仍然比较偏差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高压系统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那北方的冷高压呢 目前是在外蒙古 到西伯利亚的位置 还没有下来 那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它开始逐渐的要下来咯 那冷空气的强度 会在礼拜四晚上的时候 开始通过黄河 礼拜五的时候呢 开始要逐渐的接近到长江流域 那礼拜六的时候 冷空气开始逐渐南下 星期天的时候呢 冷空气就开始进入到台湾上空 所以呢 整个冷空气下来来说呢 会在礼拜天的晚上下来 那我们接着来看什么呢 来看一下几个地面图时间点 这个是礼拜天的晚上 来我们注意哦 这个是星期天啊 北方的高压的强度呢 这里是1030左右 这里1030 每一个条线是四个百帕 所以呢 1020 1024 1028 再来1030 主高压的位置 主高压下来的强度 还算蛮强的 不过冷空气的强度 在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还没进入 大概礼拜天的深夜 这个封面一通过之后 冷空气开始灌进来 也就是说差不多在礼拜一的 清晨的时候 冷空气开始进入了 温度状况会下降了 那两天的时间 周一跟周二两天 那接着呢 到了周二的晚上 来注意哦 这是礼拜二的晚上 11月7号 晚上高压东移了 风场开始变为 偏东北东风了 所以呢 冷空气的强度 就会到周二的白天的时候 开始要逐渐减弱 随着高压在周二 晚上逐渐进入到达东海 我们这叫做高压出海 高压出海 风向就要偏偏东风 那再来你会问说 冷空气呢 目前来看大概在 11月14到16之间 会有更强的冷空气 接近台湾上空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天气凉 来注意哦 明天中午高温到30度了 中午温度高 户外活动要补充水分 日夜温差在中部地区明显 南部地区也是天气晴 中午温度暖 但到东半部地区 只有早晚云层多一点点 东北角有点降雨的机会 外岛地区来说呢 夜晚温度仍然在 金门马祖比较偏凉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晴朗的天气到礼拜天 礼拜一的时候 东北季风的增强 礼拜二晚上 东北季风减弱 下周三气温上升 但注意哦 周日晚上到周一开始 北部的气温 调到20度左右 外岛地区的温度 也是礼拜天变 小丁您提醒你 特别注意的是 日夜温差大 还有清晨黄昏阳光墙 你光行车要注意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